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天下 我是廖杰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咱们来说一说刷脸时代 最近这一段时间关于刷脸的消息是一波借着一波 先是武汉火车站全面启用刷脸竞战系统 竞战只需要那么几秒钟 然后杭州一大批杭州的宾馆宣布不再使用这个身份证 你刷脸就可以入住了 紧接着多家银行也推出了ATM机的刷脸取款 还有某手机品牌发布新型机支持用户刷脸登陆 还有这两家大型网络购物平台开启了刷脸支付 只要扫脸就可以把商品拿回家 另外还有北京某大学对学生宿舍实行刷脸开门等等 这些集中爆发的刷脸新闻就让人们感觉到刷脸时代来了 来得太快就像那龙卷风 刷脸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 其实也带来了不少的快乐 各种段子是不断地涌现 就像有人就说得赶紧整成马云那样子 要不然钱都被其他马云给取走了 还有人就说我的化妆技术真不是催 化完妆连我自个都认不出来 你说这机器它能认得出来 准对这些个问题有技术人员就表示 现在这个人脸识别采用的都是活体检测法 准确率超过99% 想要靠什么照片视频整容来蒙混过关 一个字难 另外刷脸也不是你露一个脸就可以了 还需要输入密码才行 至于化妆目前的技术还是有局限的 所以建议在刷脸的时候不要化太浓的妆 有专家就说了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迅猛发展 在不久的将来各种刷脸应用 很快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普及开来 然而目前我们国家对于这项技术 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 以及相应的安全监管机制 要知道即便这人脸识别技术再怎么先进 也不排除存在泄露隐私的可能 人脸识别关联着很多人的信息 一旦被泄露后果很严重 这密码泄露了还可以换个密码 但要是把独一无二的这个脸给弄丢了 那你怎么换呢 对于这个刷脸相关部门 是不是也该考虑行动起来 在安全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之前 做到未雨绸缪 防患未然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新浪微博下线的一款名叫酷的表情包 瞧 就这个下线了 这个戴着墨镜干嘛呢 抽着烟 以后这个表情包在微博上不再使用 酷原以英文单词酷 这个本意是帅 时髦 说起来 现在社交软件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而表情包就像这个泡面里的调味包 好像是少不了的 简洁抽象 生动有趣 这表情包成了交流信息表达情绪的一个主要手段 据统计 全球手机用户 平均每天要发60亿次的表情包 那真叫无包不欢 因为使用广泛 这表情包就催生了巨大的衍生品市场 不少表情包被做成商品来出售 虽然表情包的使用范围是越来越广 那表情包语言它是否符合社会规范 就引发了人们的重视 你别看表情包挺娱乐的 其实它同样承载着社会公共责任 你比如这个下线的抽烟耍酷的表情 它违背了吸烟有害健康的理念 也不符合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 这样一个表情包在网上飞来飞去 对网友 特别是对未成年人 它就容易带来不良的示范和误导 认为吸烟就很酷 北京控烟协会的会长就说了 吸烟的行为它既不帅气也不时髦 将吸烟等同于酷很不合适 微博撤除这个吸烟表情包 就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对用户健康的关心值得点赞 要我说取消吸烟酷表情 这是小动作大意义 也很酷啊 好 欢迎回来 前不久啊 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 成了大火议论的热点 原定一小时的开学典礼 因为即将来临的大雨 只用两分钟就结束了 被称为是史上最短的开学典礼 整个过程三项内容 申国旗 咒国歌 学校的民意院长白春理院士讲话 本来白院士精心准备了演讲稿 但眼看大雨要来 为了避免学生被淋到雨 他立马改变计划 用了只有55个字的发言 然后结束了 白院士说 我们必须把学生的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这最短的开学典礼 那就收获到了最多的点赞 之前这媒体曾报道过不少典礼活动 你比如为了达到演出效果 大冬天 朗幼儿园的孩子穿着裙子在那儿跳舞 还有下大雨了 学生坐在主席台下 冒着雨在那儿听演讲 真叫席儿恭听 大热天 校领导坐在遮阳闪下 而同学们却站在烈日之下 听他做报告 两分钟最短的开学典礼 其实真胜过千言万语 学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什么叫以学生为本 这样一个开学典礼 其实什么都不少 甚至还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这样一个开学典礼 短的是那讲话的时间 长的是那以人为本的长度 好 继续回来 话说今年国庆中秋连在一块 能够长休八天 号称是最长国庆 可是在重庆工作的肖小姐 对此却有点苦恼 因为她接到了六张红色罚款单 我们来看看这个肖小姐的这个 这个当期 八天假期 她要赶六场婚礼 光分子钱就要交四千四百元 就算她一个月不吃不喝 工资都还不够 肖小姐就表示 长假还没有开始呢 就已经感觉没有了 说起来 肖小姐的这个遭遇不是个例 很多人都表示 同一个世界 同一批请帖 现在呢 整赶上九零后 扎堆结婚的热潮 此外还有二胎满月酒 您瞧瞧这位啊 光是国庆节当天 就有四十场婚礼 跟明星赶场一样 估计啊 到那时候 档期不够 得礼精来凑 随后 什么参加五场的 六场的 八场的 纷纷来报到啊 甚至还有要参加十二场的 还分别在五个不同的城市 想想都累兴啊 不仅如此啊 各类分子前是名目繁多 什么结婚 生子 满月 乔迁 纪念日 等等 逼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对那些刚刚毕业经济上很不宽裕的年轻人来说 那真是一份沉重的负担 更扎心的是 对一些单身狗而言 红色罚款单扎堆来的时候啊 还是老母亲催婚逼婚演讲的进行时啊 到了婚礼上 结婚的同学 不关傻狗粮 还要语重心长的 拉着你的手说 你加油 那酸爽啊 真是一言难尽 好吧 单身狗的苦恼 暂且放一边 我们今天就只谈礼经之重 几年前就有调查显示啊 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啊 人情消费成了国人的一个重担 这些年下来啊 礼经减负的呼声是越来越大 和情况呢 不但没有任何的改善 反而呢 连年看涨 这是为什么呢 有社会学家就说了 人情消费发生通货通胀 除了近年来的物价因素之外 更大程度上 还在人们的面子心里 攀比心里 很多人啊 总觉得礼经的数量 和自己的面子 以及自己的实力相关 打肿脸 也要撞胖子 还有不少人认为 人情消费 那就是一种投资 在偿还人情的过程中 往往会连本带利 你给我五百 我就还你六百 于是呢 在无数次的亏欠和偿还当中 人情在不断地加深和延续 最终啊 就成为一笔 无认如何 也都还不清的 人情债 2017年的国庆节 情节来的比往年都多一些 可是要我说啊 随理都随成了经济学 那其中的人情的味道 还剩下多少呢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低财经周刊 文章标题 时尚品牌做环保 真心还是假意 据联合国的预测 说到了2030年 全球人口将达到85亿 那么服装消费量 就会从六千两百万吨 暴增到一亿吨 这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消耗 大量的劳动力的投入 以及海量的污染排出 有调查就显示 大量购入人造纤维的一些个服装啊 就已经造成工厂周围 严重的水源的污染 而一条牛仔裤的生产过程当中 对环境造成巨大的负担 更是一度成为热收话题 那这怎么办呢 面对污染严重的指责啊 一些个时尚品牌 就开始转变观念 围绕环保 做起了文章 你比如有的服装品牌 推出了旧衣服换优惠券的活动 还有的企业呢 着手改善生产流水线 进行透明化的生产 并且呢 研发环保面料 你像之前 有一款名叫 我不是塑料袋的帆布提包 那更是这个成了爆款 甚至呢引发好莱坞明星的热捧 但有人就质疑啊 这种转变 它会不会有作秀的嫌疑 正如标题说的啊 时尚品牌做环保 你是真心的呢 还是假意的呢 你比如 国外有一家企业 曾经打出过这样的广告 说别买这件外套 为什么呢 海报就说了 生产这一件外套 需要消耗135升水 而且呢 会产生20磅的二氧化碳 会引发巨大的污染 但奇怪的是啊 这种反消费主义的姿态 反导激起的一批消费者 购买的热情 直接呢 让这一件外套呢 卖断货了 这听上去啊 倒像是一种营销的套路 不过啊 品牌的负责人却表示 正是因为要把最环保的材料 跟最实用的设计结合起来 这就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研发材料 让衣服呢 更牢固 并且呢 能够一衣多用 还让消费者能够只买一件 不是买两件外套了 过去流行快销 快扔的 快时尚 现在呢 时尚品牌 致力于打造一衣多能的 百搭款 随着时代的进步 消费者开始把环保 当成最大的时尚 拒绝污染 推崇绿色 而企业为了生存 也自然会去迎合这种消费心态 有人就说了哈 时尚品牌做环保 到底是朴绿呢 还是争绿呢 到底是争兴呢 还是假意呢 咱不用问动机 只看结果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咱消费者坚持保有一颗绿色的环保心 自然就会在时尚品牌发出绿色的牙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图片 最近一位小学的保安写个请假条 火了 请假条的字呢 写得漂亮 一看就是练过的 这个小学的校长就评价说呀 这张请假条 有着让所有老师经验的书写和措辞 几年前这保安为了赚钱给丈母娘看病 来到杭州打工 虽然生活不易 但她很乐观 坚持每天看书写字 她就说了 人生不管哪一个历程都有特殊的意义 一旦有乐趣 什么事都能做好 在肯尼亚 有人拍到两只珍贵的白便长颈鹿 他们又鲜又美好似神兽 其实白便长颈鹿的出现 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导致的结果 称为是白化基因 与白化病不一样 这白化基因它并不影响眼睛的颜色 所以拍到的长颈鹿是纯白的体色 黑色的眼睛 白便长颈鹿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肤白冒美大长腿 一中学的墙壁上挂着名人名言 上面写着 不羁愧步 无以知千里 这明明是寻子的劝学 但上面的落款居然是贝多芬 在这我们就想说 交书欲人是一件严谨的事 可千万不以错小为之 公司员工未完成业绩 竟然被发放了警示黄牌和混吃混喝奖 企业如此激励员工 涉嫌违反劳动法 我们也给他发一个黄牌吧 学校小卖部卖的西瓜 上面居然还用葡萄和果皮 拼了一个表情包 这是一支有创意的果盘 三代师生成为同事并合影留念 难道这就是现实当中的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武汉某小学 要求女教师化淡妆上课 用大方得体的妆术 引导学生正确的审美 愉悦升星 这校长就说了 这个规定不是强制性的 但我们比较重视 据介绍 学校还特别请来专业的化妆师 教这个老师们如何化职业淡妆 怎样来搭配衣服 这就受到了大伙的欢迎 不少老师上完这个化妆课 立马回家试验 第二天化着淡妆来上课 您还别说 效果很明显 学生们看见老师 都投来会心一笑 老师的心情立马就好了起来 上起课来特别有精神 随着80后90后的老师 是越来越多 人们心目当中的老师形象 也不再是素面朝天 衣着朴素了 这个老师们化着淡妆 穿着得体 不仅体现个人审美 对学生的 其实也是一种尊重 孩子们更愿意 和漂亮的老师说话 整个教学的氛围 也更轻松活泼 另外 老师通过得体的妆容和衣着 引导孩子们的审美观 实现美誉熏陶 也传达一种理念 那就是爱生活 爱自己 咱们都说 为人师表 这就不单单是指老师 有着渊博的知识 其实呢 也包括赏心悦目的外表 内外兼修啊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 暖心的小姐姐 浙江姑娘 许爱飞 从十八岁开始 每年都献血 瞧着一排 红彤彤的 无常献血症 好想给这姑娘啊 比个心啊 她还在中华骨髓库啊 留了一个血样 成为了志愿捐献者 今年五月 她与一名患白血病的男孩 配型成功 知道这消息后 她想都没想 立马答应 前不久啊 她来到浙江省中医院 捐献了一百九十八毫升 造血干细胞 事后呢 姑娘还把捐献过程 记了下来 俏皮的语言当中 透着善良与坚强 小许姑娘就说了 一旦配型成功 请慎重考虑 因为之后的一系列过程 几乎是患者一方掏钱 比如检测费 抽血费 捐献者的时速交通 等等费用 关键是 给了别人生的希望 就不要轻易反悔 要不然 用她的话说 那真是要打爆狗头 痛苦的抽血过程 在她那里 竟然是在调侃当中 轻松度过 比如抽血之前 需要打动员针 四天八管 瞧瞧这粗壮的针管 这姑娘就说了 自己的两个胳膊呢 都把她打成马蜂窝了 但习惯之后 竟然就成了 不打不舒服司机 对她来说 抽血不痛苦 难受的 是几个小时不能动弹 连给鼻子抓痒痒 都要请别人代劳 浑身发麻的要崩溃 不过呢 姑娘的自愈能力 也是超强啊 医生刚嘱咐她 要慢慢走 她立马跑出去 大吃大喝 放飞自我 当然 她还不忘给那患者弟弟 写信 鼓励她 勇敢战胜壁魔 这位善良又坚强的小姐姐 我们一起为她点赞 打抠 欢迎回来 前不久上海某路段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两辆电动自行车 发生碰撞 这民警戴志诚 接到通知 立马赶往现场 当时啊 这两位车主啊 那吵啊 吵得不可开交 都说是你惹的祸 这代警官就发现 有一孩子呢 站在旁边 站呜呜的哭的 他就赶紧上前 搂住孩子啊 询问情况 原来啊 其中一位车主 骑电动车 送孩子去上学 半道呢 发生交通事故 大人孩子啊 都摔地上了 孩子的胳膊腿啊 有轻微的插伤 不过呢 孩子他爹压根 不顾孩子 就急吼吼 跟对方吵架 这孩子是害怕呀 只能一个人 自个儿在那 默默掉眼泪呀 代警官 连忙 让这个两位啊 你停下来吧 说 你们这事顾啊 责任肯定能够讲清楚 咱先把孩子呢 照顾好 说完 他低头安慰起孩子 说瞧 您都戴上红领巾了 是小男子汉了 警察叔叔在这里 不要害怕 很快 孩子呢 就平静下来 当听到叔叔说 要用警车 送他去上学的时候 立马就开心地笑了 发生交通事故 这家长忙着理论 没空管得 受到惊吓的孩子 即便你站立 也输了情啊 忽视了孩子的安危 民警处置事故 不着急主持理论 而是先耐心 贫富孩子的情绪 看似是阅主带袍 其实呢 是充满爱心 难怪有人说 这样的民警 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暖警 好 继续下来 我们来认识一位 年轻有为的小伙子 就是图片上这位 他叫龚永吉 今年二十八岁 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他的第一份工作呀 惊呆了众多的小伙伴 什么工作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 而更让人羡慕的是 龚永吉刚入职学校 就给他提供了 三百万的科研经费 这年纪轻轻的 就有这样的待遇 让人忍不住想问 他到底什么来头啊 说起来 这龚永吉的经历 就八个字 学霸人生一路开挂 从2007年 他在全国中学生 化学竞赛当中 获得金牌 保送北大化学系 这大学毕业后 他前往美国 攻读博士学位 今年上半年 他又完成了 博士后的学业 前不久 他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青年项目 北大清华等多所名校 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但他最终呢 还是选择了北航 有人就问了 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 这龚永吉的父母 一定是花了不少的心血吧 对于这个问题啊 龚永吉他爸爸呀 就说他们家呀 住在山东来阳的 一个农村的小村子里 平时呢 大人都忙着干农活呢 没时间管孩子 这学习上啊 都靠孩子啊自学 这龚永吉呢 很疲苦 差不多每天 都要学到个 晚上凌晨一两点 他特别喜欢这个化学啊 经常用身边 随处可见的这个材料 设计一些个实验 来研究 小学还没有毕业呢 他就研究完了 中学的化学课程 面对这个突然走红啊 龚永吉呢 他很淡定 别人看他是一步 走到了人生的巅峰 可他自个呢 觉得这才刚刚起步 未来的路还很长 一步一个脚印 才最重要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搞笑诺表奖 前不久啊 2017搞笑诺表奖 在美国哈佛大学 举行了颁奖典礼 那么今年都有哪些个 搞笑的研究获了奖呢 我们先来看看 搞笑物理学奖 这个奖啊 颁给了法国的一位科学家 他得奖的原因 是因为他证明了 猫既可以是固体 又可以是液体 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说猫啊 可以拉伸自己 也可以压缩自己 来适应周围的空间 在短时间尺度上啊 一只站立的跳跃的猫 会被认为是一个固态猫 在长时间尺度上 一只猫 占据一个酒杯 或者是玻璃七米的时候呢 就可以认定 它是一个液体的猫 也不知道猫咪听懂了没有 反正我还不太懂啊 那接下来是搞笑和平奖 得奖的是一个研究小组 由六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啊 组成 他们研究的是图片上 这种乐器 叫迪基里度管 这是澳洲原著名的一种传统的乐器啊 这研究小组通过实验就发现 这个练习吹奏这种乐器 你要练四个月 就能帮助你解决睡觉打呼噜的问题 你还别说 打呼噜 那真是一个大问题啊 有多少夫妻 都是因为他争吵不断啊 你把这个打呼噜给解决了 哎呀 真是你好 我也好 和平自然就跑不了 这个奖啊 我懂了啊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搞笑经济学奖 这个奖呢 是由两位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获得的 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呢 鳄鱼和赌博的关系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说如果在赌博之前 你触摸了鳄鱼 那你呀 会愿意赌更大的 并且呢 会输得更惨 对此 我估计这个鳄鱼的内心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摸我 你也会输得很惨 你又该怪谁呢 再者说 凭什么你就可以随便摸我呢 最后我们再说一说 这个搞笑的解剖学奖 这个奖颁给了英国的一位科学家 他研究的是耳朵 这个科学家说呀 有一次他在坐公交的时候 发现一大爷的耳朵呢 特别大 他就好奇啊 于是呢 他就开始研究 说老男人的耳朵 为什么比其他的人要大 最终他得出了研究的结论 说人的耳朵呀 不像其他器官 过了一定的年龄 就停止生长 诶 耳朵不是一样的 只要你活着 这耳朵啊 就会以每十年长两毫米的速度 在那生长 因为男人的耳朵 本来就比女的大 再加上男人头发比较少 啊 就显得耳朵更大 所以呢 老男人的耳朵 一看都很大 您瞧这个研究 还真是大幻化眉毛 让人是耳目一新啊 好 我们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抽刊 介绍瑞茨查请拍照 说最近某高校辅导员检查学生就请 想出了一个新招 那就是每天呢 让各请示 你自拍一张合影 不拍就算这个缺情处理 为了防止提前拍照这样的造假 这个老师啊 每天都想出一个独特的姿势 你比如 今天拍这个卖蒙主题 每个人都要左手举一个剪刀 右手举个石头 最低得念茄子 而这一天 则是六个人不同的动作 有的要双手核实 有的规定要双手抱头 还有的呢 双手交叉 摆出拒绝的姿势 还有到了另外一天 突然就通知 要拿杯子 有的要拿书 这老师的脑洞啊 真够大 每天一个不同的拍照主题 能一个月不带重样的 到了最后啊 姿势用完了 老师呢 又盯上了课本 让同学翻开特定的页码 翻到第五十六页 以寝室为背景 拍一个合影自拍 学生们福气的是五体投地呀 说起来啊 随着科技进步啊 老师这些年来的 这个考勤的套路啊 是越来越惊生 你比如四川大学的 定制版投票器 人手一击 唯一编号 打开发射终端 可点名 可答题 不知道的 还以为坐在那参加 这个综艺节目呢 还有的啊 你知道江西十大 传播学专业 人家是二维码签到 老师自制二维码签到系统 每位同学用自己的学号 和二维码课件 扫一扫 这信息呢 自动录录啊 还有湖南工业大学 那就是发微博 让学生把自己和当堂课的 合照发上微博 并且呢 爱特老师 面对这样的科技考勤 有的人就含着泪说 大学套路生 到处都是坑 不过我喜欢啊 好的 感谢收看 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明镜与点点栏目